我认为他是会 他是完完全在准备 有武统的准备 那可是现在根本实际不成熟 不是实际不成熟 是他能力还不成熟 所以因为能力还不成熟 再加上他内部的问题 恐怕他还没有办法摆脱 可以全心全力的 就像康熙吧 他内部三王问题没解决 他怎么去处理台湾 他要内部问题处理 有吴三桂那个 吴三桂那个 对不对 那个地方 那些内部问题没有处理掉 他没有办法处理台湾 他要集合全部的力量 他才可能处理台湾 那他现在内部问题此起彼落 有社会的动乱 有党的斗争 又有中央跟地方的矛盾 那跟中央跟中央自己之间的矛盾 连暗杀的传言都不断 他怎么可能这个时候来作业 我们有这个熊三熊二天剑天工 是一个不仅说自保的一个工具 而且是要嚇阻 李特尔刚刚王委员讲 李特尔就是要嚇阻敌人 你要划第一击你就要嚇阻 我们是有反击的能力 而且我们的反击能力不是说 就是这个我们的武器 我们的飞弹 是有能力的 我认为说我们要打的不是说 上海 长江三峡不是这个的 我们要打的是 根据美国的这个作战的这个 有一个告诉我们两个大堂 长江是那个什么 三峡大坝的 它就垮了 我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即使说也不应该说 不应该去指这个 那个也是一个 可能是误解或是误传 但是我认为说 那个长江三峡是很高的 最少一千公 一千二左右 一千三了嘛 我们有这个能力 细节我就不谈 我们台湾十年前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晚间十年 敬请锁定 正直到了